快点 累死 你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这光商能光一天了 我都会累死了 这光街本来就是这样的嘛 不过我真没想到 这今天那么多人 今天是新一天 商场也当然多 你说你也是的 咱们在光商能光了一天 你就买了这一块花 就值一千多块钱 背着就不见丢人 哎呀 背着玩嘛 要不明天咱们去另外一个商场 我在那里面看见一个大衣 还挺好看的 只不过要两万多块钱 两万多呀 这两万多也不贵呀 你要想要的话 咱就买了呗 还是你对我好 那当然了 你是我媳妇 我不对你好 对谁好呀 不得不说 有钱就是好 等一下啊 你把你那房间里边大衣啊 都是呢 那都是去年买的了 都已经过时了 到时候啊 全给你买新的 还有那包 咱们呀 也买名牌的 买那种啊 几万块的 这种几千块钱的啊 根本就不上档次 就是地贷火 行 都听你的 行 等一下 我接个电话 喂 姐 怎么了 小白 我在你们楼下 你下来一趟 在我们家楼下 对 找你有点事 那 那你上来呗 你下来吧 有些话 在下面说比较好一点 行行行 我知道了 那我现在下去 怎么了 这不姐找我 说有点事 要跟我说 有事 嗯 你姐不会 是想住在咱们家吧 大美 你说什么呢 这怎么可能呢 是我姐 明天啊 她好几套房产呢 别墅都有 她怎么可能 会住咱们家呀 也是啊 行 我下去看看啊 嗯 姐 小白 来了 什么事 还那么神秘 快点下来说 我感觉呀 你那个媳妇啊 对你根本就不是真心的 姐 你怎么又这么说呀 这我知道啊 你不喜欢她 可是我们都已经结婚了 这大美啊 和我在一起 我们俩在一起挺好的呀 好什么呀 你是被她蒙蔽了 这样吧 姐给你出个主意 你试探试探她 试探 试探什么呀 这有什么好试探的呀 试探一下 如果她不是我想的那种女孩子 那我就再也不反对你们俩在一起 难道你就不想证明一下给我看吗 行行行 试探就试探呗 反正你试探啊 她也是好人 那行啊 你既然那么有信心 来我告诉你 你就这么做 啊 这样做 对呀 姐 这样做是不是过分了呀 这不是骗她吗 怎么着 刚刚你对她还挺有信心的 这还没开始呢 就没信心了 没 怎么会没有信心呢 有信心 姐 那行 那你就看好吧 那肯定要不会让你收到呢 行 那我等着你的话 行 那我回去 好 你怎么又回来了 姐 我想到了 你等我一会儿 我去打印个东西 行 小白 你回来了 你姐找你什么事 半美 这我姐告诉我说 我们家的公司破产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呢 我也不知道 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我姐还说了 现在不仅公司破产了 而且我们家 现在还欠了几百万 那这样的话 你没家岂不是没钱了 你现在 也就是一个穷光蛋了 是啊 是我姐来找我 一个是告诉我公司破产的事 二人呢 少让我抽钱 把家里的债给还一还 大美 你看 要不这样吧 把这一年 我跟你买的首饰 包包什么的 全给卖了 把这个钱坐上 在填补我家的落个落洞了 你想什么呢 那些都是我的东西 我凭什么要卖的 给你还债呀 大美 这怎么还分你我呀 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现在我家出现困难了 你不应该身有帮助吗 你有钱 我跟你是一家人 没钱 当然就不是了 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这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你真以为我会陪着你赤骨受罪啊 大美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平时我也没快点你吧 你要什么给你买什么 现在我们家落货了 你说这么说啊 你想让我怎么说呀 你真以为你没钱了 我还会跟着你啊 我实话都跟你说了吧 其实我当初跟你在一起 就是为了图你的钱 你真以为我是看上你这个人了 当初我要不是看在你是富二代的份上 你以为我看得上你 还有 这些年我跟你在一起 你跟我买的那些首饰啊 这种各种名贵的东西啊 再加上 你平时给我的零花钱 这我在你身上 大概捞的也有七八十万了 你现在还没有我有钱呢 大美 我可真没想到啊 平时你对我甜言蜜语的 到现在 我家出现了状况 你这本来面我就暴露了出来 你可是令我失望了 失望又能怎么样 你说你现在外面欠了一大屁股的债 你还有心情坐在这里跟我说这些 如果我是你的话 你还不如赶紧出去 找一份什么工作 这俩小钱赶紧把债还了呢 我劝你啊 还是赶紧跑路吧 那你真行 呀 刚说完它 没说你啊 怎么还有心情安我家呀 不赶紧去还债 我实话告诉你 我们的工资啊 根本就没有破产 我弟弟啊 都是骗你的 没破产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从你第一天 和我弟弟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发现 你根本就不是 真心爱他 才和他在一起的 所以 我才让我弟弟 试探一下你 没想到 你这狐狸尾巴 这么快就露出来了 小文 你看 现在公司都没破产 那 咱们两个还能像以前一样生活 行了 咱们 你认为你刚才说什么 咱们还混到以前了 那些都是跟你开玩笑的 开玩笑 大美 我可没看出来你开玩笑的样子 本来我姐跟我说 我还不信 我还在我姐面前替你说好话 可是你做出的事 真让我失望 小白 这说话说得好 一日夫妻百日 咱们两个 好歹是有感情的呀 总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就离婚吧 感情 你给我谈感情 咱俩的感情 是站在今天的基础上吧 如果我没谈的话 你还会给我待一起吗 李大美 你啊 就不用再求说了 你说的任何一句话 我都不会相信你 小白 我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行了吧 机会啊 只有一次 你没有把握住 就永远没有机会 再来呢 我这儿 准备了两份合同 一份呢 是残车转任合同 一份呢 是离婚协议 现在看来 这个 没有 这是离婚协议 把字签了吧 这里有笔 签了吧 行了 以后咱俩 没有这个关系 现在 你去我家走 不是吗 走吧 行了 小白 别难过了 这以后啊 找女朋友 一定要擦亮双眼 姐 这次多亏了你 要不然 我还在蒙在鼓里呢 行了行了 会过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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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